哈囉大家好 我是懷人 那今天要分享的一場也是一個經典組合 元少郭家 但這個組合是在二三號位 那我個人認為效果是比一四號位還要差的 那這邊進將的部分呢 我進的是一號位的武將 那這邊可以考慮進的武將的話呢 馮蘇真的是太強了 他一動大概排差我也算不出多少 大概五六張吧 那神將圍大概是一個一輪 大概2.5排差左右的武將 我的感覺 大概是兩張到三張左右的排差 那管克也是非常強 管克可以控你的牌 讓你完全沒辦法做事喔 那我看到最噁心的就是 每回合的控隊友拿 他的隊友拿一張樂不思蜀跟一張無中生友 我覺得已經夠噁心了 結果每回合比大橋還厲害喔 每回合穩定一張樂 反正對方這個武將的話都非常強啦 那我覺得馮蘇的過排量是最大的 而且我沒辦法應對喔 那看一下對手的四號位武將的話呢 呃 隊友很高機率會禁掉靈統嘛 那這樣我們就會面對一個 朱智的這個就是 慢陣中最強的武將喔 就是朱智啊 朱智在我們比較 呃 一般的 呃 課金比較少的降池當中 朱智是 非常強的一個武將喔 因為他在慢陣當中的效果非常好 好 看一下我這邊的降面喔 剛剛已經分析過對手的降面了 那我看一下我的降面 這邊如果打菜刀將 像是呂布啊 什麼的 大概都打不贏啦 就是以他們排差來說的話 這邊出將如果考慮去上呂布啊 或是什麼諸葛亮啊 或什麼花蠻啊之類的 這節奏 對這排差來說都已經是打不過對手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來打打看二號位的元少郭家吧 所以我就選了元少 然後請隊友選郭家 那這邊的話 元少郭家有個最大的問題是 四號位如果對手選王毅的話 那元少會非常痛苦喔 因為王毅的話 他等於可以爆兩滴血去棄元少的兩張牌 那如果他又有 呃 陶的話就是可能可以棄到三張 那元少這個陣的效果就會變差很多 當然也是有一定的機率可以擊殺啦 這是我全部裡面最擔心 對手可能會出的組合 但顯然對手完全不想鳥我 就是上一個 正常去上了一個珠子 那一號位的話 就上了一個 也算土豪武將啦 就是要消費 帥點非常多才出得了的武將喔 那神將尾 那神將尾的第一輪來說 基本上等於是白板啦 因為他第一輪並不會多過牌喔 他的技能是比較慢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去放神將尾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神將尾 反正他第一輪也是接近白板 那第一輪的話 神將尾基本上沒有過牌啦 那剛剛神將尾殺我是 眼睛閉著就不閃啦 這是很基本的一個操作 就元少 元少的血一點都不重要 元少的重點是要保牌 所以對手殺你通常都是不閃的 如果他有熱的話 反正這場就交了 不管了 對就是不閃 先看自己的起手牌跟郭家的兩手牌喔 元少打都一定看兩手牌 那我們的重點當然就是要打出五點輸出啦 因為對手是四血匠嘛 四號位是四血匠 那這一輪一定要擊殺四號位的朱智 不然我們就已經贏不了了 因為四號位的朱智有一個奶的性質喔 像畫陀一樣 所以你要回復起來的話 你會非常難打 所以這一輪至少要打出五點輸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手上的牌喔 那手上的話有 第一一套梅花嘛 一套梅花的萬劍 那隊友可以給紅心方塊兩套三套 那基本上隊友在給很容易打出四套 所以就是要打出 要找出第五點的輸出 那這邊的話 沒有選擇 只能先射一套梅花出去喔 那這邊元少的亂擊有個重點喔 盡量去保留手上的殺 就是優先把一些防禦牌射出去 然後盡量去保留輸出牌 因為打到後面可能不是靠亂擊的傷害 你還要靠出殺的傷害來補足剩餘的傷害喔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實際的發展狀況喔 先把兩張梅花射出去 好 這邊隊友看了牌喔 其實這邊隊友正確的話 是要給我一張方塊 跟一張紅心會比較好喔 我個人覺得啦 那他第一輪的話 給兩張方塊問題還不是很大 因為我還可以再射一發方塊看狀況嘛 那我們就看一下發展 那隊友可能會 考慮把最沒用的兩張方塊先給我 這問題還不大 那我當然是要必須要繼續射阿 這個沒有什麼好想的 再射第二發 好 那這邊隊友給牌 就非常有問題了 這邊隊友是給我兩張黑桃的 就是黑桃的嘉義馬 跟黑桃的寒兵間 這個就是 呃 所謂的你輔助將 不看 不看隊友 呃 不看你隊友手牌的問題阿 你隊友明顯手上是三張花射 梅花方塊 紅心 那你給他兩張黑桃 他是要怎麼樣射出四件阿 就是正常來說 這邊應該是要給一張 呃 紅心的過兒拆橋 然後跟 或者是紅心的殺 然後再給一張方塊 去補足對手 隊友的兩件 當然這樣隊友會把你射死阿 就是 呃 基本上就是讓隊友再射兩發 然後出一張殺 那最後可能會進到一個 姜維跟元少的單挑局 就是五 五點輸出打死朱智嘛 我們預期朱智有一點防禦力 所以五點輸出打死朱智 那 姜維的話也有機會 起手沒閃的機會是比較低啦 那可能就是元少會 亂擊四發加一張殺 去打死朱智 那打到姜維剩下一血 跟元少進單挑 那還有一點機會 就是 一種打法 那另一種打法是比較保守 因為郭家畢竟也能出一張殺 所以另一個選擇是 郭家給元少這個寒冰劍跟方塊 就是黑桃的寒冰劍跟一張方塊 然後在元少去射出第三發的時候 第三發亂擊 兩張方塊亂擊的時候去出閃 閃掉 然後保留手上的出殺跟過猜的機會 就是郭家自己動一輪去補足元少缺少的那一發亂擊傷害 那這個優點是郭家可以存活 然後演變成說我們去擊殺朱智 然後留下張偉跟我們兩人單挑的一個局面 這也是另一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的優點在於 缺點是少了一發萬劍對姜維的傷害 因為元少只能夠射三發 那優點是郭家可以活下來 那元少他一樣可以打出四點傷害 元少他三發亂擊 就是一開始的梅花亂擊 方塊亂擊 然後以及紅心亂擊各打一發 那另外呢可以裝備上這個寒冰劍 去對朱智出一張殺 這是第四點輸出 那加上郭家行動回合可以再出一張殺 就可以打出五點輸出了 所以這個想法我覺得可能是 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啦 因為畢竟元少現在被神將為卡距離 那在跟神將為單挑的過程中 可能會因為這個卡距離 沒辦法去出殺喔 好 那這邊隊友不知道為什麼 就給我兩張黑桃 那我整個很無言阿 我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我現在掛刀出殺嗎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有點氣阿 我就亂打了 反正這邊掛刀出殺跟亂擊效果差不多 隊友就是一個打定決心不想死了阿 真的他就不想死了 對 郭家不想死 那將為發費技能沒兩張牌 這是他這一輪多過兩張牌 那我就真的很氣阿 我射不出我第三發 第四發射不出來阿 我是能幹嘛 那現在朱智還有兩滴血 那你郭家怎麼辦 你郭家打得出兩點輸出嗎 顯然是不可能 我先不考慮神將為逃的這個問題喔 那 那這個 這 朱智不死我們要怎麼玩阿 然後隊友就擺爛了 他就 打完之後就脫管了 呵呵 好 但是這邊其實還沒有結束啦 其實我們還有一點小小的機會 畢竟我元少有三張手牌嘛 那輪到我的回合還可以再摸兩張手牌 所以我還是可以一個五張手牌加上郭家可能會陣亡 其實這邊對 對手不應該去 就是殺掉郭家了 這邊應該是要對元少做輸出 因為不能讓元少再行動一回合 那 那 但是對手其實也是在這邊還是有失誤的 像 這個 你看一下 神將為的行動就知道了 神將為的話他是先發動技能過牌 然後他對我打決都是正確的喔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他出殺應該是要對我出殺 而不是對郭家出殺 因為郭家基本上就是一個死人了啦 那他對郭家出殺等於是 讓我多了兩張牌的機會嘛 就是我 摸了郭家的牌 然後又可以 又可以再回合開始摸兩張牌 那這樣的話 我是不是又可以再一波就是亂擊的爆發 那這邊就吃了一張熱 那當然就是沒有機會了啦 就是如果這個熱沒過熱就沒有機會了 你看喔 如果這邊我過熱的話呢 其實是還有機會贏的 這邊我還有 兩次亂擊的機會 跟一次出殺的機會 就是我可以 亂擊 兩張梅花 兩張紅心 各亂擊一次 以及一次出殺的機會 就是有機會把姜維壓到一血啦 當然 神姜維現在已經4血了 機率上來說我是蠻難贏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的機會了 所以元少就算第一波沒有打下來 其實後續 也還有可能依靠著手牌 就是手牌的優勢去 轉化為輸出去挽回 當然這場最主要就是 隊友第一回合沒有配合我去擊殺4號為主旨 那已經非常難打了 所以這邊就告訴大家說 就算你玩的是輔助將 你也要注意隊友的手牌 以及隊友想要做什麼 那這邊我們就是一個輸出理論 我們這2-3號連動 一定要打出5點輸出 才比較有機會去擊殺4號為主旨 那都要朝這個方向去邁進 好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